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詞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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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我們說呢 如果你建立一個很好的 青年牧民的配訓 在內容也要 建立這個 培訓的內容 為什麼呢 你沒有培訓爸爸媽媽 沒有好好的教育 我們的 小孩子這個年輕人 因為我扶持我們社會的 台灣的青年的 培訓 每年我 北部 就是台中一向 往台北 我拿到了政府的資料 不簡單 但是南部我比較可以拿到 學校的 所有的學校的資料 每年差不多有這樣的狀況 第一個 台灣的青年 是一般的人口 所以意思就是 這邊還有希望 香港的年輕人可能是 不到20% 澳門的青年 也不到15% 我們台灣呢 年輕人就是12歲到25歲 還是一半的人口 所以意思就是 我們還有很大的希望 雖然他們說 我們的社會變成老化了 但是一半還是 年輕的 但是還是需要 要努力 改進這個 然後呢 如果我看到了 每年我收到了南部的資料 可以說 95%的 學校 一半的學校 一半 學校就是 他們的家庭生活不正常 他們的意思就是 跟阿姨 住在 跟阿姨 什麼阿媽 叔叔 住在 不是跟 跟那個 父母 OK 一半 差不多50% 我們沒有說什麼原因 就是我們只有發現是這樣 然後呢 在那個 50%內呢 一半 到一半 才有問題的家庭來的 單親 父母 離婚 有家庭暴離 等等等等 你看啊 所以 四分之一 所以我告訴 有的時候我告訴老師 跟他們分享 如果在你們的教室的時候 你們在 有 很多學生有困難 你們沒有辦法好好的照顧他們 就是很難管他們 不要擔心 就是 還有一次努力 但是呢 你們的學生 來學校的時候 已經有這樣的狀況 所以我們說 要針對 家庭生活跟婚姻 也是爸爸媽媽跟家庭的狀況 所以我們付川的時候 因為我們大部分的學校 不是教友 OK 還有呢 這個是 有一些 其實這個 這個 這個單位 也一直推動 這聲明與 尊嚴社會正義 要推動這個 Human life and social dignity 如果我們想在福川方面 就是要提升每一個人的生活 我們需要推動在福川方面 就是 human life and dignity 就是聖明與 尊嚴社會正義 要推動這個 我跟別人分享了 有一次我也參加有一些 在台灣複製那個教會的 不是 教育的工作 我跟一些教授 跟他們開玩笑 但是他們說我的笑話不好笑 為什麼我講什麼 在台灣貪污的人 從名校來的 對不對 貪污的 在政府貪污的人 從名校來的 很聰明的 所以破壞 社會正義 所以我們有什麼 福川跟教育的方式呢 我們的普普通通的 比較沒有那麼有名的學校 有人貪污嗎 他們笨笨的 怎麼貪污呢 但是很聰明的 可能在台大畢業的 可能在台大畢業的 正在 什麼 台灣 台北 什麼 什麼 什麼學校呢 就是 你們知道了 就是 對啊 就是他們從那邊來的 所以 這個是 有的時候 也是可能是 很有名的 典築教學校 我們怎麼福川啊 他們的聖父他們不是教友 對啊 他們不是教友 但是他們在學校裡面 有沒有做一個很好的福川的工作 就是改進 沒有領悉 就是另外一件事 但是在他們的 我們的學校 不知道 九年 六年 三年 有沒有影響到我們做我們的福川的工作 所以好像最近 在台北找去加強那個 中夫式的工作 最近我被問 有他們說有好幾個天主教學校 找不到中夫式的主人 就是也是他們我們的責任 雖然他們不是教友 但是在我們的天主教的學校 不停的做福川 好像洗腦 就是耶穌基督的福音的精神 所以離開我們的服務的單位 我們的學校的時候 有什麼結果呢 變成一個良好的公民 良好的公民是什麼呢 對社會 對國家有貢獻 不是說變成一個總統 我的學校不是教友 但是呢 得到了我們的天主教的教育 所以對社會有貢獻 就是這樣 不是貪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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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壞人 在國外呢 我們的社會 因為我們辦很多學校 有的時候 我們開會的時候 我們有問 我們有幾個社會的 私有學校 我們有幾個學校 現在在坐牢 現在我們會看 到底我們有一些學校 到底有沒有坐牢 意思就是變成壞人 所以我們要檢討 我們坐伏傳 在哪裡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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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吸引更多的人 OK 等一下我們看 這邊有一些資料 跟你們分享 應該這個內容 你們已經知道了 基本的統計是什麼 就是目前在整個世界 就是17%是天主教 這時候你們應該看到了這個 還有呢 在世界 就是一個神父 扶持 1015個教友 在台灣呢 因為教友不多 所以每一個神父 如果所有的神父 會工作 就是不要笑 意思就是因為有一些神父 神父就是已經 不要講退休 神父不會退休 神父不會退休 我當演講的時候呢 在香港開會的時候呢 我們的中文會長 我告訴那個時候 我們的會長 是漢大會中主教 我說我有一個提議 在我們的修會的文件 要擦掉一個詞 Erase one word 退休 我們不會退休 退休做什麼 神父不會退休啊 可能放下 信證的工作跟任務 但是你永遠是聖聖聖人員 We do not retire We die with our boots on 懂嗎 懂嗎 我們死亡的時候 我們還要穿我們的鞋子 這個是在法文 我們說 Bourgeoisie Bourgeoisie的概念 The Bourgeoisie Mentality 就是我是拼命 我做了我的工作以後 65歲其實我可以退休了 退休是什麼 每天看電視 是這樣嗎 是這樣嗎 可能我會放下一些重要的人 但是我 所以呢 這個意思就是 如果你生病了 OK 所以台灣呢 每一個神父 如果每一個人 開始可以工作 有體力 就是一百七十五個 扶持一百七十五個教友 然後呢 在這邊 我有一個意見 台灣有 二十二萬多的教友 但是呢 這個是我 我一次 我看到了這個數字 我一點 不要說 不高興 有一點 不舒服 因為這個是 當地的教友 的數字 我們外國人 我們外國人不算 我們外國人不算 在裡面 我們外國人不算 我是什麼 我是動物 天主教法典寫的 天主教法典寫的 如果你的戶口 在某一個堂區 過了六個月 你算是那個地方的教友 就是 就是我住在那個方位 過了六個月 然後我常常去那個堂區 我算是 那邊的教友 但是呢 我可以抱怨 為什麼 我們外國人不在數字裡面 我們是什麼 外星人 所以有的時候我問 你從哪一個地球來的 所以呢 這邊我寫 可以肯定說 住住在台灣的外國天主教徒 和台灣的天主教徒人數 相當 或是 就是 多一點 以前 我在南部的時候 我提議了這個問題 所以你們知道嗎 等一下我們看 一些我們扶傳的問題 就是有一些東西 我們不想面對 我們不想改變 所以我們的扶傳的工作 沒有辦法進步 就是以前的問題啊 為什麼我們不改呢 就是面試的問題 因為如果 因為如果 對不起啊 我再對 如果我們發現 外國教友 比當地的教友多 就是掉臉啊 但是他們也是教友 就是也是 不是傳教牧民跟福倦的對象 我們教會的目標是什麼呢 救人的靈魂 to save souls 不是酸素子 我們的會主 我們的會主 抛世高神父說 da mihi animas 你們給我靈魂 所以我可以好好的照顧 其他的不需要了 這才是很嚴重的問題啊 所以你們知道嗎 如果我們像這樣 我們很多天主教的服務的單位 非常忙 白天晚上不停的工作 因為很多事可以做啊 很多東西可以做 然後呢在這邊呢 教去的神父 是214個 然後呢修會的比較多 然後呢修女更多 他們說 應該你們聽過了這件事 在世界上呢 修女會那麼多 我們沒有辦法很清楚算 多少個修女會 只有聖聖知道 這很多 OK 還有呢 台灣的神父中 有一半是 不是中國人 華人 華人 另外一半就是 傳教士 然後呢 從1955年以來 大約有 600名外國傳教士 在台灣服務了 就是 在這邊過了那個二十年服務 也蠻多的了 OK 所以這個是 有一些數字 我們回到剛才我們 看到的是 OK 所以剛才我們看到了 傳教精神 還有呢 在福川方面呢 為義民和難民服務 Service to Migrants and Refugees 現在呢 在我們的 教宗三方 不是 教宗方祭 給我們三個 教會 整個世界的教會的 就是主要的 福川跟牧民的對象 其中是這個 因為這個越來越多 台灣也是 所以不要忽略這個 不要忽略這個 不要忽略這個 就是 在我們的 國家 很多國家 很多難民 跟那個 移民的人 比如說一個 括號呢 有幾次的 香港的 教室打電話給我 因為 就是關於 經驗的服務 因為在台灣 可能你們 有一些人 第一次聽到 在台灣 已經有 差不多 五百個 年輕人 從香港 逃跑 來這邊 然後呢 他們告訴我 你們需要 如果 神父需要 經費跟 什麼什麼 幫助 馬上跟我講 我說我還沒有 找到他們 因為有很多年輕人 你們知道了 就是很多 有暗刺 就是 有 因為就是有 國安的 香港的法律 很多人差不多被抓了 被抓了 以前 就是他們逃跑了 然後 應該警察跟政府知道了 就是他們 有機會 進去台灣 但是不是坐飛機 也沒有經過 那個移民宿 有一些付了 我知道 有一些付了 一個人是 五千塊美金 所以在台灣 有差不多 五百個 我說你們怎麼知道 那個數字呢 神父我們有 底下的 information 但是我說 我問了很多單位 所以如果你們認識這樣的人 可以馬上跟我講一下 因為 第一個是他們 可能不出現 因為有 法律 台灣法律的問題 因為違法的 然後 可能開始的時候 他們還有 還有一點錢 有經費 但是過了一段時間 沒有了 怎麼辦 他們也是我們教會的關心 大部分可能不是教友 但是也是福川的對象 我們需要關心跟照顧他們 不要忽略 其實 下個禮拜 我們堂次的摩托班 突然有一個老師 參加 我說老師你從哪裡到 是我們香港學校的老師 因為他也離開了 他說現在沒有工作了 搬到台灣 所以有時間學道理 意思就是有很多是這樣的 所以就是我們的福川的對象 還有很重要 社交媒體 就是在福川方面 就是在福川方面 也要注意 社交媒體 本土十六時 我們以前的教授 他說 我們現在生活在數位世界 在福川福音的工作中 我們是否有最大的限度使用它 Do we maximize the use of social media in our evangelization work 從去年 我們的驕傲 從去年 我們的堂次的 川社會的 怎麼講 贊成跟助詞 裡面有福川主 有福屋主 有福屋主 我們裡面也有傳媒主 因為我們覺得這個很重要 所以比方說 我們發了這個 我們用了普通的 社交媒體的平台 用這個方式來傳教來復傳 我們的教授方記他說 如果你們要進入年輕人的心 跟其他的人的心 你們先想辦法進入他們的手機 所以這個是不能避免的了 去年的春秋節 我們有活動 我們搬一個遊戲 我們的年輕人搬 負責那個遊戲 我發現很好笑 因為那個遊戲 就是你們都在參加 但是我們有遊戲這種網路方面 就是有一些遊戲 問的 然後在見面的一幕 會看到那個遊戲的內容 我們發現很多教友 他們的手機那麼貴 但是不會用 不會用 所以我們在復傳方面 要學習 有的時候 教會推動神聘的精神 The spirit of poverty 所以我們不想用電腦 不想用手機 這個是要想一想的 為了復傳 為了傳教 應該要花多一點錢 就是等一下我們看到了 還有呢 第七個就是 World Ecology 在復傳方面 我們要關心世界 生態學 所以這個是復傳方面 我們也在 不管你是教友 不管你是基督徒 還是外教人 我在復傳方面 也推動這個 我們現在的教宗 也是一直推動這個 所以我們提醒我們 我們被提醒就是 我們都是兄弟姐妹 用同一個世界 關心大自然 最後呢 聖教在復傳 我們需要專職人員 We need full time people 不是part time 做復傳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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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part time 比方說我們發現 而且呢 在台灣我們還沒有 減減的開始我們的修會 但是在別的國家已經是 要做了很久 就是我們問很多 青年跟中年的人 願意不願意做這個工作 兵信徒 不是修飾 不是神父 就是奉獻 在歐洲也是很多 有這樣 要奉獻一年兩年三年他們的生活 後來呢我們發現 這些人回來的時候 他們找到了他們的聖教 所以他們走復傳的時候 也幫助他們 找到了自己的聖教 我知道呢 比方說在日本 在韓國 我們有好幾個年輕人 中年的人 也加入了這個活動 他們選 我們給他們幾個選職 然後去哪一個地方 就是奉獻一年兩年 比如說以前呢 一直到五年以前 我跟大陸的 就是我在地下教會服務 然後呢每一年 我帶了一些年輕人 就是台灣 澳門跟香港的年輕人 跟我去大陸服務 有一年我被抓了一次 就是很難忘記的經驗 我非常喜歡你的經驗 所以呢我帶他們 然後我發現這些人 那個時候他們是大學生 高中大學生 後來我發現有幾個 已經進入了我們的修會 有一些沒有變成神父修 但是在教會還是不停的服務 因為給他們這樣的挑戰 所以他們走覆船 也感動他們的心 現在我們說很多人需要一個挑戰 一個挑戰 OK OK 還有很多東西 等一下我講下一個主題 然後呢我們有休息一下 所以我們看到了浮傳 一些關心跟挑戰 現在我們下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先回到我們的根 We go now back to our roots to our sources 耶穌基督如何浮傳 How did Jesus Christ evangelize OK 第一個 所以可以說 這個是旧的浮傳的方式嗎 Is it the old way of evangelization 是旧的方式嗎 因為我們說有新的浮傳 新的浮傳 但是旧的浮傳是什麼 我們看看 我們這麼開始呢 就是耶穌基督 命令祂的門徒傳福音 Jesus commands His disciples to evangelize 所以第一個就是 耶穌基督命令 就是上天了以前 耶穌基督告訴祂的門徒 要做這個工作 OK 這個我們知道了 就是要福西下 所以呢這樣的話 然後耶穌基督命令祂的門徒 是什麼呢 在那個命令的時候 有浮傳的四個P 第一個P是 practice the faith 使見信仰 所以如果我浮傳的時候 我先看看 到底我有沒有這樣的事 因為我吸引別人 我賺給別人 我自己的信仰 如果我自己沒有做 我怎麼給他呢 這個是以簡單的邏輯 我們都了解 第二個就是Prayer 等一下我們看到了這個 其他的內容 祈禱 不停地祈禱 不要忘記 你沒有祈禱 所以你們知道嗎 我們可以變成很好的事工 但是不是傳教士 我可以當一個事工 不一定是傳教士 不一定是浮傳福音的人 傳福音的人是什麼呢 你有心靈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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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浮傳的時候 我想辦法滿足這個渴望 如果我沒有辦法玩 在某一個程度 沒有辦法滿足呢 我是一個社工 我幫著你而已 不是傳教士 不是傳福音的人 讓你舒服而已 讓你覺得我是好人 OK 但是跟天主沒有什麼關係 就是這樣 第三個就是 第三個意思 Penitential suffering 補償 意思就是 在我的福川的工作方面 有一點刻苦 有一點犧牲的精神 I have to make a sacrifice 我非常喜歡 就是 因為剛才講的 我住在 有一段時間 我住在耶路撒冷 在伊瑟里 我們那邊的會員 是非常可以是好的地方 如果你們知道耶路撒冷 有一個很大的公園 自由廣場 好像台北一樣 自由公園 自由公園 Freedom Park 對面呢 你們看到了一個城堡 一個castle 這個是我們的會員 以前的修會 那個brothers of Zion 他們的修會 他們的會族 以前是猶太人 然後得到了耶穌會的 這邊有沒有耶穌會 有耶穌會的配訓 然後變成一個教友 然後也變成一個神父 然後也是一個聖人 就是Ratisbon 所以在那邊 那邊的會員 從那邊可以走路15分鐘 然後到了耶路撒冷的九城 所以每天我可以在那邊 去那個耶路撒冷 就是 所以那一個是 我非常喜歡的 出的地方 就是那個 耶穌被出賣的地方 我在那邊哭 摸想 因為我記得很多人出賣了我 真的很好的 一個山洞 就是耶穌基督被出賣的地方 有一個詞 Korban Korban Korban意思就是奉獻 祭獻 但是Korban的原來也有 比較古代的詞 就是Kerbin Kerbin的意思就是 很親密的關係 我的親切 所以這個是為什麼我講這件事 如果我有西上的精神 為了別人呢 如果講Korban跟Korban的意思就是 如果我為了你做一些西上的行動 我們的關係越來越近 這樣的話 我比較容易做福川的工作 不要忘記啊 福川還是個人的行動 感動你的心 我可以學道理 我可以懂教會的 就是精神跟 但是如果我沒有感動你的心 我沒有完成做這個福川的工作 所以這個Korban Korban是一個祭獻 一個奉獻 但是呢 欣賞也是有欣賞的意思 所以如果我為你欣賞 我們的關係比較近 因為比較近呢 我可以 我的福川的工作更有效 最後呢 我們知道 第四個是講道理 所以四個 OK 還有呢 我們看 怎麼開始 耶穌找到了祈禱的價值 Jesus taught the value of prayer 歸於只有通過聖聖的力量 才有可能 為此我們需要聖聖的幫助 在如果你們自己看那個馬爾谷福音 第九章十六到二十節 耶穌基督 有沒有人可以幫我念 那個這個部分 最後的部分 可能二十六到二十九 耶穌問門徒說 你們和他們辯論什麼 群眾中有一個人回答說 師父 我帶了我的兒子來見你 他負責一個啞巴魔鬼 無論在哪裡 魔鬼抓住他 就把他摔倒 他就口吐白沫 咬牙切齒 並且僵硬了 我曾請你的門徒 把魔鬼捉出 他們卻不能 耶穌開口向他們說 哎 無信的世代 我與你們在一起 要到幾時呢 我容忍你們 要到幾時呢 他們帶他到我這裡來 他們就把孩子 領到耶穌跟前 魔鬼一見耶穌 耶穌立時使那孩子 驚染了一陣一陣 那孩子便倒在地上 打滾 塗抹 耶穌問他的父親說 這事發生在他身上 有多少時候了 他回答說 從小的時候 魔鬼 魔鬼屢次把他投到火裡 或水裡 要害死他 但是 你若能做什麼 你就怜悯我們 幫助我們吧 耶穌對他說 你若能為信的人 一切都是可能的 小孩子的父親 立刻喊說 我信 請你補助我的無信吧 耶穌看見群眾 都跑過來 就斥責邪魔說 又聋又啞的魔鬼 我命令你 從他身上出去 再不要進入他內 魔鬼就喊叫起來 猛烈的使那孩子 驚染了一陣 就出去了 那孩子好像死了一樣 以致有許多人說 他死了 但是耶穌握住他的手 拉他起來 他就起來了 耶穌進到家裡 他的門徒私下問他說 為什麼我們不能趕他出去 耶穌對他們說 這一類非用祈禱和禁食 是不能趕出去的 上主的聖言 所以在今天的福音 耶穌基督在會 最後的部分 祂講什麼 透過什麼 祈禱感 才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有一些 我們在父傳方面的時候 傳教牧民方 就是沒有別的辦法 真的是要不停的祈禱 所以比方說 昨天我們跟主教開會的時候呢 我們在討論那個 姐姐聖母的救人禁禮 你們還記得嗎 就是有一些 可能有一些真的 是要多一點祈禱 還有呢 那個紅色的看不到了 耶穌基督 第三個就是 我們怎麼開始呢 耶穌基督歡迎每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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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g yaOh actually 每一個人嗎 He welcome the Pharisees the learned of the law the tax collectors the sinners are our institutions welcome and inviting to everyone 我們的教会 我們的服務 我們的 不知道學校等等 會不會歡迎所有的人 您是同听理人 我欢迎你吗 你是 我不知道 离婚的人 我会不会欢迎你 还是在我们的 堂区 有一些教友 为什么这个人来啊 有意思是这样 所以有一些人不来了 你们小孩是那么吵 你们是那么乱 不要来这边的了 小心 很多人不来我们的教堂 我们的教会 我们的服务的单位 因为我们不欢迎他们 更惨就是我们 我觉得我说谎对不对 我觉得我乱讲 还是见得有这样吗 好可惜 真的 我们弃绝了很多人 其实有的时候 我有罪恶感 因为有的时候 可能有一天 不是我弃绝 我的心情不好 突然我讲一句话 就是得罪人 但是后来我发现 可能我不应该这件事 我没有故意的 但是 不小心 就是口才 不小心 讲了一些 可能没有那么客气的话 所以这个人不来了 所以我们怎么服务呢 有一次呢 我开始 很多年以前 我开始等本堂神父的时候 就是我可以很坦白说 我收到了很多 hate e-mail 很多人寄给我 e-mail 骂我 为什么呢 有一次我讲什么话呢 为什么 为什么 如果有乞丐 不干净 很臭的 没有穿好衣服的人 来我们的地方 你们讲什么 你跟本堂神父讲话 还是 为什么你来这边呢 你要 你需要什么 但是呢 如果 有一个人开 Benz Lexus BMW 没有我们的大门打开 这个是基督徒的概念吗 我们只有欢迎有钱的人 为什么 如果 不喜欢的人 请本堂神父处理呢 你们不能自己欢迎吗 因为很臭 不漂亮 不帅 衣服 不破破烂烂的 这个是什么态度呢 所以我们什么福川呢 我们想一想啊 到底我们是基督徒 是 要 要 莫名的皈依 但是有一次我丢脸啊 我也非常丢脸 有一天喔 有一个先生 真的 好像好几天 没有洗澡 然后他的衣服 破破烂烂的 来我的办公室 他说 先生 你需要什么帮 帮助什么服务呢 他说 我不需要什么 然后 在他的口袋 拿了一碗 我奉献给 我说 我给你这笔钱 蛤 我说为什么 因为很多年以前 可能 那个神父已经过世了 我需要一笔钱 然后他借给我 一万 然后现在我赚了多一点钱 所以我还给你 丢脸 我丢脸 所以这个是 在父传方面 这个是要反省 到底 我们有没有欢迎所有的人 耶稣基督你看啊 跟随人 一直吃饭 还有呢 可负 什么 依律 这个是也同事 皈依的失败 Failures in Conversion 我们的父传工作 会遇到很多问题 就是被弃绝也失败 我们想一想啊 耶稣基督在他的工作方面 也是有点失败 有一个年轻人 给他一个生命的挑战 他说 我怎么 有什么问题啊 得到勇向 对不对 然后呢 天主 耶稣基督给他一个答案 买出所有的一切 然后跟随我 就是那个 然后那个年轻人 不来了 没有办法放下 没有办法放弃 也有这样的 OK 还有呢 也是面对不可能的事 但是 感动人的心 也是帮助他 归一 匯改 是非常 就是很困难 但是天主 告诉我们 为人 这是不可能的 但为天主 一切都是可能的 touching 所以 我们 需要 依赖 信任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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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福川方面呢 就是有的时候 有失败呢 就是没有办法 我们是人 我们能力很有限 但是不要放下 还有呢 面对挑战 对抗邪恶 在我们的福川方面呢 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榜样 就是 有很多 就是 个人主义 和知识 消费主义 是 贪婪贪心 社会平等 家庭价值观的 什么上市 毒品 都是我们 要免费的 显代的食恶 所以在福川方面呢 也要面对这件事 所以在福川方面呢 OK 不要 说 没有这样的事 有啊 所以呢 因为有 有这样的 有这样的问题呢 所以呢 我们拒绝 故惜罪恶 就是 Refusing to tolerate sin 我做福川工作的时候呢 比方说 我跟 我有一些对象呢 我不要说 OK了 没问题 没问题 邪恶就是邪恶 罪就是罪 我没有 审判你 我没有完全判断你 但是呢 他要禁止说 这个是不对 所以呢 耶稣基督 遇到那个 什么 金庞的撒玛利亚妇人 就是很清楚她讲啊 因为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 撒玛利亚的妇人 她说 我根本 我没有 宣伤 我说 对啊 但是你一切有五个了 对不对 就是讲清楚啊 对不对 OK 我没有审判你 我没有看不起你 我没有 但是 还是 讲清楚这次不行 OK 所以这个呢 不对就是不对 因为有的时候呢 我们不想的罪人 不想的罪人 所以我们讲很多很客气的话 所以我们的教友 变成随随便便的一半的教友 一半一半 没有讲清楚啊 还有呢 耶稣不会单化他的教导 Jesus doesn't water down his teachings 有的时候呢 在福川方面 如果真的有人想要了解我们的信仰 就是不要担心不要怕 这样是 需要这样的事 这样的话 就是很清楚讲我们的道理 有的时候呢 我们在这边呢 我记得达赖喇嘛 来台湾的时候呢 他讲得很清楚呢 不要说 他讲的这一次 不要说我们所有的宗教信仰一样 他说不一样 他说不一样 我们彼此尊重 但是呢我们都是不一样 我们的道理都是不一样 所以你按照 他说你按照 你很努力按照你宗教信仰的内容 因为有的时候呢 让别人不舒服 都是一样的啦 就是佛教 道教 天主教 什么教呢 水教也是 都是一样的道理的啦 所以可以啦 不行啊 不对啊 因为我们怕 如果我们讲清楚 他们不来啦 但是这个是我们的信仰 耶稣基督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啊 所以比方说下一个 我们说 怎么称为 真正的福传子 就是宣扬信仰的网站 一些门徒在宣扬圣明这里 然后离开了耶稣 你看 耶稣基督说 要吃我的肉 喝我的血 对不对 很多很多 他的 有一些门都不来了 然后他问 伯多跟其他的人 你们也要走了吗 就是 我给你们 的生命的 精神 信仰等等 还有呢 比方说 你们 你们认识那个 Joel Austin 一个很有名 美国的 Mega Preacher 他 常常讲那个 Prosperity Gospel 就是 奉什么 奉耶 奉神福音 就是他说 如果你们跟随耶稣 你们的生命 你们的生活 变成幸福美满的生活 没有讲受苦跟痛苦 我们的老板 我们的老板 北定在世界家乡 不要忘记 所以 一半 你得到平安喜乐 天主的爱 但是一半 但是一半也是 面对一些考验 痛苦 洗上你的生命 不要说 所有的东西 变成 你的生活 变成幸福美满的 所以 如果你得到一个问题呢 你犯罪了 哪里有这样啊 如果你开始受苦 你犯罪了 有这样吗 有这样的道理吗 所以耶稣基督犯了很多罪啊 所以我们说呢 宣扬 信仰 往这样的时候呢 就是 要 等一下 差不多了 要一个 一个 一个东西了 然后呢 就是 要讲 所有的东西 不要担心 要讲所有的东西 不要担心 有的时候 我们不讲班高节 因为如果我们 开始讲班高节 很多人不来了 所以我 我认识一些人 真的 在 在 我们台北朝处 有很高的服务的单位呢 不班高节 因为可能他们 陪伴的神父 不提这件事 最后呢 就是 invitation to repentance 邀请悔改 在复传方面的时候呢 耶稣基督 开始复传的时候 请别人跟随他 他也邀请悔改 别人是伯夺 请他一个门徒 对不对 其他 什么 呃 就是 第一次遇到耶稣 耶稣 耶稣 呃 就是 做这个 扶传 可以是传教的工作呢 就是吸引 剥夺 悔改 今天的福音 今天的福音也是这样 炸开 耶稣基督 遇到了他 他也 有悔改的心动 就是 所以在伏传方面 我们的 第二个脚步就是 按照耶稣基的榜样 就是 邀请悔改 OK 所以我们先休息一下 OK Thank you